全身包的井井井 刻意遮掩臉孔 竊賊緩緩走進小巷 原來他早就鎖定目標 趁店家鐵門關到一半 他老兄偷偷潛入 進到珠寶店內 開始翻箱倒櫃 東翻西找 看到之前的東西 就往包包裡塞 最後拎著一大袋離開 店家一營業 差點沒昏過去 20顆台灣藍寶石全沒了 應該是趁我們老闆 他直播滿晚他要回家 然後走出店裡 店捲門拉下來的時候 老闆沒有注意 結果被他溜進來 整桌的藍寶石 放在城櫃桌上 店家忙著清點 發現竊賊 除了摸走20顆 一顆要價近2萬的藍寶石外 還拿走了三隻香鑽手錶 保守估計損失超過上百萬 還有我們的琥珀 台灣藍寶 還有我們的鑽戒 對 這樣你們有出呼 大概損失的金額是多少 這個我們目前不公開 業者懷疑珠寶大盜 早就盯上他們的珠寶店 才會熟知店內營業情形 這老闆前腳才剛離開 就大啦啦闖入店內心切 珠寶店拉起封鎖線 警方緊急到場採證 證實嫌犯確實是當地冠切 已經鎖定目標 要將他逮捕歸案 只是竊賊這麼一頭 也讓業者損失相當慘重 藉真潮船送香菱 新北市報導 下次見 下次見